庄子用许多预言故事告诉我们 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地判断一个东西能有用和无用 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在现实身后,人们常常以视乎的眼光判断事物 而只有站在更高的境界上 懂得以印象思维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事物 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 虞丹教授中 在现代生活中 庄子的语言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 当你具有大境界时 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缘 才能有一个快乐的女神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 又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 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余丹教授讲 余丹庄子心得 境界有大小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呢 有一个核心的命题 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 逍遥游其实无限地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告诉我们世间的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世间的小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因为真正的大与小不仅仅在眼界之中 还在人的心智之中 所以大与小呢 它绝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化描写的境界 更多的时候 它表现在生活里边很多实用的规则 也就是说人的这一生 有生之年 小大之境 应用起来完全不同 会带给你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人生 那么大家都知道 慧师和庄子是好朋友 所以呢 慧子跟庄子之间存在很多对话 庄子中写道说 慧子啊有一天去问他 说你看 魏王给了我一个葫芦籽 我在家呢 就种了这么一架葫芦 结果长出一个大葫芦来 有五蛋之大 这么大一个葫芦呢 看起来很丰硕饱满 最后我就发愁了 因为它太大了 所以它什么用都没有 他说我把这大葫芦要是一批两瓣 用它当个瓢去盛水的话 那个葫芦皮呢太薄 所以叫做其间不能自举 要是盛上水 你忙起一拿 它就碎了 用它去盛米面粮食 盛什么东西都不行 因为皮薄 而体积太大 所以想来想去说 葫芦这个东西 种了干什么用的 不就是最后为了 当容器劈开当瓢 来装点东西吗 什么都装不了了 所以慧子说 这葫芦虽然大 却大得无用 我就把它打破了算了 庄子呢 想了想 就开始给他讲故事 庄子先不说这个葫芦干什么 说我告诉你啊 宋国呢 有这么一户人家 他们家呀 还真是有西式的瑰宝 就是家里有个秘方 这个秘方呢 能够在寒冷的冬天 让人手脚沾了水以后不村 他们家有不村手的药啊 所以就世世代代 以调洗为生 有一天 有一个过路的人 偶尔听说 他们家有这个秘方 就来了 跟他商量 说我以百斤 来够这个秘方 全家人呢 一听 晚上就开了个会 说咱们家这个秘方 虽然由来已久啊 但是全家人这样 调洗为生 咱们也没见过百斤呢 人家花这么多钱 不就买个方子吗 干嘛不给他呀 咱卖了吧 所以呢 拿了百斤以后太制度了 觉得这省去多少辛劳啊 哎 这个过路的人 拿了这个秘方就走了 他是去干什么呢 当时战国时候 各个地方都在诸侯混战之中 为了争地而战 那么在东南部 就是吴越之争 吴越之地我们知道 是靠近水江 这个人从宋国拿了秘方 直奔吴国 去跟吴王讲 所以如果你要是选在寒冬腊月 真正向越人发起水战 那么你有此秘方 军士可以手脚不动 手不升窗 可以拿着兵刃 而越人没有这个秘方 你可以去试一试效果 吴王就听了他的建议 拿着小小一个秘方 开始向越人发起了水战 这一战 吴国大胜 所以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 列地封侯 马上身价非同一番 你想想这个方子 给不同的人用 它可以带来不同的人生效率 如果你有大眼界呢 你会看到同样 这样的一个秘方 但是它会增值 它可能会决定一搏的命运 从而它会带来提供秘方 这个人它自身的改变 那么庄子告诉他说 大葫芦也是一样 你怎么就认为 它非要抛开当瓢屎呢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大葫芦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网子 把它系起来绑在腰间 让它当个游泳圈呢 所以你可以去浮游于江海呀 带着一个大葫芦自由自在地去漂泊 难道一个东西必须要被加工成某种规定建制的产品 它才一定叫做有用吗 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 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 庄司的预言故事告诉我 一个人静静地打架 决定了他的自明方式 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 墨守成坠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 而只有大境界的人 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 余丹教授人 年纪的高低 境界的大小 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即使在现代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我曾经看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 叫做《隐藏的财富》 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这是蒙哥玛丽写的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对兄弟 在1845年来到当时很荒的纽约 这弟兄俩呢 漂泊来到这里 觉得生活很难继续 大家就商量 说咱们怎么样能够活下去 作为外来的移民 两个德国一的小伙子 哥哥呢 原来还有一技之长 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呢 做泡菜做得很好 这弟弟呢 太年轻 什么都不会 所以他哥哥说 纽约这么繁华的一个都市 我们作为外乡人 太难生存了 我走了 我去到一个乡间 我去加利福尼亚 我继续做我的泡菜 他弟弟想说 反正我也没有手艺 我就一横心一跺脚 我留在这儿 白天打工 我晚上求学 我总要学点什么 他学了什么呢 留在纽约以后 他就去攻读了地质学和冶金学 他哥哥到了加利福尼亚 比较富庶的一个乡间 留下来看到 有很廉价的土地买下来 在这儿就开始种卷心菜 咱们说那种阳白菜 种了一地阳白菜 就为了最后烟泡菜 这个哥哥很新奇 因为他觉得他有一地之长 他就每天都在种菜 四年以后 弟弟大学毕业了 到加利福尼亚来 看望他哥哥 他哥哥说 你现在手里都拥有什么样 他弟弟说 我除了拿个文凭 别的什么都没有 他哥哥说 你还是应该跟我扎扎实实的干活啊 我带你看一看 我种的这个菜园子吧 就把弟弟带到了 他一望无垠的卷心菜的 这个菜园子里 他说你看看 我干的这种成就 他弟弟呢 就蹲下来 看了看菜 然后呢 扒了一下菜底下的土 在那儿看了很久 进屋去拿了一个脸盆 盛满了水 把这个土一捧一捧的 放在里面 搅起 往下再看 然后他就非常惊讶的 抬头看着他哥哥 他说我现在要测一下 你这块土地 因为他发现脸盆底下 有一些金灿灿的 亮闪闪的 这样一些金属性 等到他运用他的 冶金和采矿 所有的知识 鉴定之后 他长叹一声 他说哥哥你知道吗 你是在一座金矿上 在种卷心菜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时候 当我们安然的享受 生活带给我们的秩序 我们日复一日 早晨起床 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看到大家怎么生活 我们也想怎样生活 我们想着手中有一技之长 我可以养家糊口 我可以过很好的日子 我们从来没有跳出自己现有的经验系统 重新质询一下 我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吗 我目前所拥有的这些技能 我还有没有可能让他发挥更大的用处 也就是说 庄子在逍遥游里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 什么叫做有用 作为家长 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 你趴在窗台上 看了一下午蝴蝶 你做的是没用的事 这一下午如果你练钢琴是有用的 对吧 我们可能跟孩子说 你这一下午就在那祸泥吧 搭成宝 这是没用的 如果这一下午你练打字 它是有用的 其实我曾经见过一个科学实验 就是把一个会跳的小虫子放在瓶子里 它明明可以跳很高 把盖子盖上以后让它跳 它一跳 啪碰到了顶 掉下来了 它再一跳碰到顶 掉下来了 看它反复跳跃 等到它越跳越低的时候 你把盖子再拧开 你看那小虫还在跳 但它永远不会跳出这个瓶子了 因为它认为 头顶上那个盖子将是不可逾越的 你什么时候打开了这个盖子 它已经不知道 还有可以超越的可能了 我们今天的教育 有一种可悲的现象 就是父母用自己全部的爱 为孩子界定了太多有用的概念 让孩子们认为 作为一个葫芦 它以后只能成为瓢 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游泳圈 带着人浮游于江海 作为一块土壤 这上面是可以种菜的 也许可以种粮食 但是没有人去深入的追问 土壤下面可能埋藏的矿 这一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一种常规的思维 束缚了自己的心智 而由我们的生活态度 决定了我们可怜的局限 这种局限本来是可以打破的 打破这种局限 我们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遥用 真正的逍遥 其实是无机无办 也许大家说 你想这些个大葫芦的事啊 我们去找这个找那个 这对今天的生活能有多大的用处呢 我们不去探讨太深刻的庄子的哲学思想 我们仅仅从有用无用相互转化 这一点上来看 我们探讨一下逆向思维 也就是说一个人 是不是一定要循规蹈矩 按照程序 按照规则去设计自己呢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大的公司 他在招发报员 用的是国际通用的莫尔斯密码 那么他说 谁熟悉这种密码 可以到这来呢 应聘 然后来了很多很多 说我对这个电码非常熟悉的人 坐在外面应聘 一排一排的 大家来里回去觉得 这个环境太嘈杂了 因为这是个大公司 来来往往的 这个大平面里边 还有四五十人来回来跑 而且有很嘈杂的声音 互相都在说话 在打电话 你想他要用密码吗 他还有很多明码 大家互相在说 充满了嘈杂的声音 然后外面有这么二三十人 一排一排坐在那 等着面试 面试是在最里面 一个很神秘的小屋子 大家就等着什么时候来叫他 这个时候有一个迟到的小伙子 他来了 他连座位都没有 他站在这些人中间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静止就往那个门走过去 所有人都很奇怪 说也没叫我们呀 他也不排队 他怎么去了呢 他就进去了 进去过了一会儿 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 带着小伙子出来 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 对不起 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 你们可以回去 大家知道是什么答案吗 这位迟到的小伙子 为什么会禁止闯进 那个神秘的小伙子 而这位闯进去的小伙子 又为什么会得到 发泡源的指引 这里面的秘密 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于丹 装此心得 境界有大象 一个大公司 在招发报人 几十个人 在一个神秘的小屋外面 等待应聘 而一位迟到的小伙子 却禁止闯进门去 进去过了一会儿 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 带着小伙子出来 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 对不起 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 你们可以回去 所有人都很 分分不平 说他迟到了 他禁止闯进去了 我们等待这么久 你为什么一个问题没问 连机会都没给我们 我们没有参加面试 就被辞退了 人事经理说 真正的秘密在于 我们特别营造了这样一个操杂的环境 而就在这个环境中 一直在以莫尔斯密码的电波在说 谁要是听懂了这个密码的话 现在请直接进小房间 这个小伙子来了 在这儿站了一会儿 他听见了 所以他进去 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 认为我要坐在这里等待 所以所有人不会再想 这个时候我去分辨一下 这么嘈杂的声音中 还有一种密码语言 所以什么是真正懂得这个密码的人呢 他通过这个测试 知道了这个小伙子 以他的敏锐 以他的逆向思维 以他抓住机遇的勇敢 他配得到这个职位 这是一个现代生活的故事 这样的机遇 谁说不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 我们都知道 庄子是大智之人 其实大智慧者 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 他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 这种逍遥游的境界 我们心想往之 但是我们这种把大而有用 完整地看待一个事物的眼光 真正了然于心了吗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 也许你也会抓住 从你眼前走过的每一个机遇 在今天我们讨论企业文化 现代管理 有一个很时髦的词 叫做核心竞争力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的人生 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不可仿效的 也就是说是唯一性 在今天这个时代 没有什么叫做最好的 只有什么叫做唯一的 一个葫芦如果长得小 可以当瓢用 它有用 一棵树长得小 它可以去坐桌子椅子 它有用 但是一个葫芦长到最大 不必把它破开 当游泳圈 它还是用 一棵树长到最大 可以紧紧为人遮风避雨 它也是用 一个人永远不要 树的故事啊 在庄子里面讲的特别多 不光在逍遥游中 在后面的人间室 庄子还在讲 他说我出门去啊 看到了有一棵栗树 这棵树呢 被这个地方人奉为射神 已经是棵神树了 这树有多大呀 他的话一说很夸张 他说几千头牛 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啊 那树椅都遮得过来 有那么大 他说这个大树啊 有好几百丈粗 然后有多高呢 就是看看看上去 多少丈都不生枝子 那个树枝都在几丈之上 这树大了 但是立于当途 没有一个木匠愿意砍它 就是为什么呢 木匠呢就说了 说这种木叫做散木 就是长得太大了 所以这个树啊 它就不紧实 木质非常的复杂 用木匠内行人的话来说呢 说就这样一棵树 要是坐船 那船很快就沉 要是坐房梁 那个房梁很快就朽 要是坐门板 那个门很快就会散 做器物 这个器物很快就会折 所以这样一个东西 它做什么都不行 那么在人间事中 说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一句话 它说梦见这个木头呢 来跟人对话 喂喂喂喂 你白天红说什么 你说我是一棵没用的树 如果我有用的话 我就早给你们砍掉了吧 我哪能活到今天呢 这个散木说你看 我这么一棵大树 由于我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被奉为设神了 那么我如果要是一棵有用的树呢 这大树说你觉得我该羡慕谁 我应该羡慕那些瓜果 梨桃那些果木吗 那是大家最认为有用之才 每年硕果累累 大家对它赞不绝口 然后这棵树说你看它 大枝子全都被揭断了 小枝子也全都被拉弯了 那上面结的果实 年年一熟了人们就来剥夺它 所以它年年生命都要付出很多 它都要受伤害 这么折腾它能不早死吗 他说你看我就不用早死了 其实人间诗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他说这个树木啊 如果你要是长到这么一围两围 这么粗那么有很多拴羊的拴猴的 要想帮庄子使的人看见这么粗的树就来砍你了 如果你再长到三围四围一抱更宽一点 说有很多做防粮的人就开始算你 你把你砍走 你说长得再大呢 有七八围的树 说那有富贵人家要打棺锅 做棺木 就该算计了 用这个做棺材板多好啊 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 你长到哪个规格 总会有一种低廉的有用价值观来评价你 把你标着为某种器具 但是如果你长得超乎人想象 你真是长到百豹何为 这样的大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曾经看见过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 要二十来人拉着手围着这个树 那么大的树 长到那么大的树 这就变成大家的朝圣了 谁去了都要去看一看它 然后大家在这个树底下唱歌跳舞喝青蚌酒 那个场景和庄子描述的一模一样 大家以这样的心来对待它的时候 还有谁说把这棵树砍了 回去做个箱子 这想法你连有都不会有的 这就是因为它的大 已经超乎人们对于一般规格的想象 一棵树不能成为栋梁 却能长成参天大树 成为人们朝圣的对象 庄子的预言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 极工尽力的追求 不是一个提醒 当我们以世俗的小境界去观察是不是 常常会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来进行判断 当你具有大境界时 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呢 我们今天所谓的有用可能都是一些局部的有用 而真正这样一种保全大人生 以大眼界去做 那么苏东坡一句话叫做小周从此事江海济余生 这就是他说的无事得此生 李白也是一样一辈子蓄浪笑傲一辈子不服权贵 到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说看看你老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啊 一看李白说我就是求仙了道在这炼丹还没炼逃 所以呢他说我想起来这个近代写豹仆子写神仙书的这个葛红葛神仙呢 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对不住他 杜甫听的瞠目结舌 他说这样一个人上不愧皇帝下不愧父母 偏偏觉得自己愧这么一个不着笑的这么一个炼丹之人 这是什么人生啊 所以杜甫为他写了一首绝句 秋来相顾上飘横 未就丹沙愧葛 宋九狂歌空渡日 飞扬跋扈未尸 杜甫说这就是李白的人生 秋来指人生晚秋 一生要回顾自己的时候 心中有什么惭愧吗 这人还在飘着 仍然是一个无根之人 这叫秋来相顾 还像棚草一样飘着 问他有遗憾吗 他说未就丹沙愧葛红 那么杜甫说好 你的人生是纵酒狂歌空渡日 飞扬跋扈未谁雄 这一句未谁雄三个字问得好啊 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畏君主 不畏青史 不畏功名 他不需要留下一个封号 他畏的只是自己的心 所以他是一个无所羁绊天地英雄 这种天地英雄就是中唐李赫在世中所说的 世上英雄本无主 我们不要老觉得那种为国尽忠 效忠于君王 或者是效忠于一个主子 那样的一种忠臣死士 这些人是英雄吗 真正的英雄是能够为自己的心做主的人 这样的一种由自己的心智而决定的人生 会给我们每个人开拓出来不同的境界 这是什么 这就是生命的觉悟 觉悟这个词是一个佛家用语 大家可以看一看 觉悟这两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 觉 是下面有一个贱字 对吧 悟是什么呢 树心一个五 也就是说悟其实就是我的心 觉悟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看见我的心 这种觉悟我们问问自己 终其一生 有几个人看见了自己的心 你可以了解整个世界 你可以了解他人 这个世界太难了解 就是看见我的心 这才是觉悟 而觉悟在佛家禅宗的开悟中被描述为两个阶段 觉是一个阶段 比如说你听了某种知识 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 所谓啼呼灌顶 突然之间眼界通透 这叫有所觉 但是你长长的一生的修为 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做反观内心 去考虑突然之间又明白一点什么 这个长长的感受和参化的过程叫做悟 也就是说 觉是一个瞬间 悟是一个过程 把所有点的瞬间 与长长一生的感受结合起来 就是终于看见我的心 这是人生的大觉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曾经说 我写武侠小说 写的是侠而不是武 也就是说 他从来不宠上技巧 他从来不宠上单纯的武艺 他所宠上的是侠客情怀 也就是说侠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种道义来临天下 去平 世上不平之事的人 所以金庸先生所写的这些真正的大侠 从来不信任技巧 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人生历程描述 说一个少侠初出道之时 他会用一口 天下无双 清风宝剑 风力无比 灵力的可以所向披靡 这是一个少侠形象 随着他的修炼内功 随着他的境界转身 极致中年 他会用一把不开刃的钝剑 尽管还是金属的 但是他已经不需要锋刃了 那么再接着 极致壮年 他已经走出了一个门派的局限 他可以成为江湖上推崇的英雄 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掌门人了 这时候你去看 他变得更为散弹 他手中可能只有一个木棍了 他已经不用借助金属器 那么极致老年 也就是说最高的境界 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孤求败 此生的孤独 弹球已败 但江湖已经没有对手 这样的人 你看他的武功 连木棍都没有 他这一身 十八般武艺 完全化为一种精湛的内功 他可能双指一出 会笑成剑气 他可能双拳一摆 这就是双锤 他可能手劈下去 这就是刀法 所以他的敌人 永远无法判别 他从什么地方出招 以及他使用什么兵器 大家知道十八般武艺啊 有无谱就有破谱 也就是说 只要你可以把这个武艺的经道讲明白 那一套破阵之法已经在那等着你了 唯独有这种内功戴在身上 什么人都看不出来的人 是没法破的 其实金庸先生也把中国所有的古典小说家 所描绘的这种武侠的至极境界 在于什么呢 其实在于无为而达到无不为 我记得 风子凯先生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 人的生活可以有三重境界 分别主真 主善 主美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主真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 他在现实中 有规则 有职业 要顺应很多很多的要求 但求真实如此而已 第二重生活是他的审美生活 这种审美是三二陶友 一帮亲朋 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呀 看看展览呢 大家读读诗词啊 完成这样一种文学的陶冶 艺术的享受 大家觉得已经很高级了 但是风子凯先生说 这一重生活是主美的 因为他完成了一个审美的过程 那么他说 人生至高的境界 是一种灵魂生活 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 三字经济书 人之初信奔善 但为什么从古至今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 于丹教授的 庄子的人生哲学 就是教我们 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 所有的荣华富贵 是非纷争 都是毫无意义的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余丹庄子 经济 境界有大小 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争斗 看起来很残酷 但是在庄子的底下又很可笑 所谓小大之境 我们可以看到 庄子把一棵树 一棵葫芦的功用 说到如此之大 但是他可以把世间很多 旷日持久的纷争 说到很小 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有两国家呀 打仗 一个叫畜士 一个叫蛮士 两国呢 争地而战 为了打这个土地之争啊 然后打得雪流飘路 而且互相追杀 追得寻有五日而后反 一追杀就是十天半个月 然后两国民不聊生 这个战争规模打得非常之大 所有的这些 都跟你夸张地说完以后 最后他告诉你 这俩国家争的是多大的土地呢 这个畜士跟蛮士 一个住在蜗牛的左脊脚里 一个住在蜗牛的右脊脚里 这不可笑吗 所以大家去看左传 看先秦的史传散文 会发现一个观点 叫做春秋无翼战 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 但是其实在这种 追逐本土利益的争斗中 没有谁是绝对正义可言 正义只不过是一个 争杀的幌子而已 所以看遍了这些雪楼飘路 当你明白他们可争的土地 最大也大不过一个蜗牛壳的时候 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的生命都像 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时 所以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 随富随贵吧 不管你是随贫穷还是随富贵 你走什么样的人生 最不应该扔掉的是欢乐 所以他说 如果谁斤斤计较 谁心胸不开 此生不能做到开口笑 那么不开口笑是痴人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 还是有太多太多的痴迷 而没有看得通透 所以其实有人问过 佛祖说什么叫做佛 佛祖的这种回答就叫 无忧是佛 也就是说 真正想要达到逍遥之境 需要打破我们的常规束缚 让我们自己 以一种逆向思维的角度 把这个世间很多看似天大的事 关于战争 关于政治 关于仇杀 关于很多恩恩怨怨 我们且把它看小了去 看作蜗牛壳里的纷争 看作电光石火的瞬间时 而另一方面 我们自主的灵魂 且把它放到无限之大 人生境界有大小 而我们过往的生活大体相同 不在于客观提供了给我们哪些机会 而在于我们的心智 在有用与无用的判读上 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而去利用机会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 当我们过分急功近利的时候 我们失去的春花秋月 不惋惜吗 我们失去与孩子老人的天伦之乐 不遗憾吗 我们失去了很多逍遥游的机会 让自己的年华迅速老去 而积累了一堆无用的事工 转化成自己的名片 想起来内心不愧疚吗 如果今天我们以觉悟的态度 反观内心 重新审视庄子 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 是释放自己 尽可能达到一个逍遥游的境界